我們能夠在DC這邊辦這個記者會 然後一方面也是要跟大家正式的說明一下 我們這一趟來北美的整個行程 那其實我們這整趟行程大概將近兩個禮拜的時間 然後我們主要有兩個團體 第一個是大家剛剛那個喬龍姐有介紹過 那個島國前進Tire March 然後另外一個是這個黑色島國青年陣線 那我們這些在座的這些朋友 大家都是在整個3月18號太陽花運動的很重要的參與者 那這一趟到那個北美 我們最主要的目的其實因為我們知道說在整個太陽花運動的期間 其實我們發現到有非常多的這個國外海外的一些朋友 在支持我們這場運動 不管是海外的同鄉也好 還是這個在海外的留學生 那從Vancouver到San Francisco 到Detroit到Wisconsin Medicine 到這個DC Boston New York 各地都有這個海外的台灣人 他們在3月18號之後加入這場運動 然後在海外發起這個各式各樣的代歐行或是一些這個 集會來聲援太陽花的運動 所以我們這一次最主要的目的其實一方面是要去拜訪他們 然後跟他們建立一些實際的關係 希望能夠當面感謝他們在太陽花運動期間給予我們的幫助 特別是他們在過去一段時間曾經也透過這個自己募款 然後在報紙上面去登廣告 所以大家常常大家比較注意到的是那個 New York Times上面的那個整版的廣告 對那這一次其實我們希望能夠當面感謝他們 這是我們第一個來的主要的目的 那第二個目的其實是我們在這整個太陽花運動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到台灣現在在面對到中國或是說台灣國內的政治本身 其實有一個很巨大的變化 那我們這一趟也希望能夠跟美國的一些重要的這個包含國務院 包含一些在華府這邊的一些相關的單位 希望能夠跟他們有進一步的解釋跟說明說 現在台灣的政治局勢到底是如何發展 跟我們這個年輕世代對於未來台海兩國之間的關係 到底應該如何發展 那我們對於國內的最基本的這個這個政治局勢又有怎樣的判斷 來跟美方做一個說明這樣 那我們也希望能夠聽聽看當面聽聽看美方對於這個過去 美國方面所主張的這個一中政策 他的原因到跟他的背後的這個政治分析到底是如何 我們希望聽聽看他們談法 那我們也希望直接當面的表達我們對於現在的 所謂美方所主張的這樣的一中政策 其實我們是不能夠接受的 那我們也很清楚的希望能夠讓美方知道說其實在台灣的年輕世代有一股龐大的社會的能量 在這股能量當中其實我們很清楚的這股能量並不屬於國民黨也不屬於民進黨 那在這樣的情況底下我們知道說未來台灣有兩次的大選2014年跟2016年的大選 那這群年輕人或這個年輕世代會扮演怎樣的角色其實我覺得都相當的關鍵 他甚至很有可能在未來改變台灣的政治局勢或政治的這個板塊 那所以我們也希望說透過這次參訪的這個參訪這個DC的行程能夠更進一步的對美方做這些詳細的說明這樣 那這大概是我們這一趟來的這個最主要的目的 然後我們也期待說在DC或是說在這個美國的不論是媒體界的朋友也好 還是說在各個智庫研究單位裡面或是在國會工作的這些朋友 大家能夠持續的繼續關注台灣現在正在發生的運動 因為因為我們看到說其實前一陣子在包含中國對於香港提出的這個一中的這個一國兩制的白皮書 然後同時對他們戰衆運動的這個干預跟干涉 透過駭客的攻擊也好攻擊他們的網路投票系統 其實我們已經看到中國一步步的在進逼到香港台灣甚至是澳門 現在正在發展的一些公民的運動 那我們很清楚的台灣的民間社會的這一股抵抗的力量並不會因為這樣子打壓而退卸 我們很清楚說我們接下來會有更進一步的持續的行動 所以現在島國前進正在做的事情是我們希望能夠推動公民投票法的補正 在因應未來如果兩岸上關係上面有一些任何重大的巨變 或比如說馬英九總統還是持續的堅持要跟這個這個中共的這個領導人習近平會面 那甚至很有可能在未來觸及到軍事互信機制或是這個 兩岸的和平協議這樣的議題我們希望我們能夠有一個強而有力的武器 就是透過全國人民的公民投票的行動去回應 然後甚至做出一個這個我們自己屬於我們自己的決定 所以我們希望能夠先從公投法的補正讓人民擁有這個武器開始 所以這也是這一次我們來北美希望能夠讓在北美的這些台灣的鄉親 台灣的留學生還有包含說美方這邊能夠清楚的知道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 然後進一步的跟他們做說明 那以上 大家好我是黑色島國天然陣線的發言人我是賴玉芬 那其實這一趟旅程其實從14號開始然後到我們會到29號 那大概兩週的時間其實我們陸續拜訪過幾個城市 那第一個主要目的其實就是像剛剛非凡講的 其實過去在太陽化運動時期的時候確實有非常非常多海外的組織在深游我們 那當地許多年輕人他們在運動的時候比如說329 330的時候 他們自發性的在海外有他們自己的大遊行 然後在結束之後他們也有人傳訊息跟我們結束說 他們在海外有一些當地的組織 他們可能有讀書會 他們可能有串聯各大學 那非常希望可以就是有一些經驗交流這樣 那所以我們這次來其實除了就是跟他們分享當時運動相關的就是過程之外 我們同時也希望聽聽他們就是很多留學生 包括然後或者是在美國出生的台灣人第二代 他們對於台灣這個運動的看法 因為台灣人自己去評判這個運動跟他們以外國人的角度去分析這個運動的脈絡 絕對是會不一樣的 然後再來第二個就是我們同時也拜見了各個在美國當地的台灣人NGO 然後還有美國國務院然後AIT然後還有各個眾議員這樣 那除了就是交換我們對於一中政策的不信任 然後再來就是我們明確地表達說我們很知道說 美國其實會有一中政策是因為中國這個龐大的經濟 這個經濟強權它跟美國就是包括貸款包括貿易上往來 促使它不得不維持表面上的和平 那可是美國會認為說一中政策可以維持他們表面 就是維持台海關係之間暫時的沒有紛爭的情況 可是其實這個東西卻被中國拿來就是當成一個說 它可以慢慢一步一步禁逼台灣的藉口這樣 那我們也看到過去這幾年中國一直在推行它自己的政治議程 包括說從前陣子他就是目的地的打算要胡設辦事處 然後到就是之後也許他很想要跟台灣的馬英九總統簽和平協議 那這個政治議程一步一步的進逼其實是讓我們覺得非常的擔憂跟焦慮 所以同時這一趟旅程我們也到 我們也跟各個美國的政治人物表達說我們希望這個一中政策在未來勢必要被改變 然後同時也傳達就是台灣現在有很多很多人民的聲音 已經不單單是美國所想像的那樣 它不是只有代表國民黨或民意黨 它代表是更多的公民 那這就是我們這一趟旅程的目的這樣 謝謝 非常確定就是馬金正全現在在對中國的談判的事務上面有非常大的問題 你看他們內部都有說自己人是這個涉及國安的洩密 或者甚至調查局說他是匪碟 這是一個非常大的危機 也證實了過去馬金正全在告訴我們說 他們現在已經有一個很完善的兩岸協議的監督機制 告訴我們有各式各樣的內部的行政跟國安的審查 現在告訴我們這一些所有的這些審查就是like a shit 毫無用處毫無意義到現在目前為止 看到他非常清楚沒有任何的用處出了非常大的問題 所以我們要在這個地方正式的對這件事情表示回應的點在於說 我們要求當然目前這個馬金正全 其實我們過去已經一再的要求在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的立法之前 應該去停止任何兩岸的政治的經濟上的談判 另一方面我們也要求在政治上面 國會必須去組成在9月開議之後 組成專案調查小組去追究當中的政治的責任 這是我們對於目前的狀況的要求 停止談判展開調查 在調查完成之前在立法完成之前 暫停終止所有目前兩岸的相關的談判 這是我們對這件事情的立場 那第二點同時也要對於在這個事件爆發之後 我們要對江儀化院長他現在所屬的內閣 表示完全的這個失去信心 事實上我們早就失去信心了 但是過去這幾個月以來 每一個月都在立法院的部長 那目前現在看到最主要的連這個陸委會的副主委 是這兩年來馬政府最強推的主要的政策 跟中國展開一系列的經貿跟政治的談判跟整合 連這樣的事情 連這樣的事情都可以出這麼大的疲漏 所以我們認為江儀化這個整個內閣 事實上不應該這個每個月在那邊違改組 他應該江儀化應該總辭 他已經不再試任這個行政院長 我們要求我們再度要求江儀化應該一顆總辭 在馬政府的最後這一年 最後這一年多的這個任期裡面 請他去推出去重新組織他的內閣 不要讓這樣的內閣再持續的去敗壞台灣 未來這一年辦好像一個破爛的看守內閣 只為了去服務馬政府馬英九個人的政權 馬英九應該去重新組織他的內閣 OK 謝謝大家 開放給記者朋友提問 那要提問之前請你先identify你的大名 還有你所屬的報社 大家好我是莊央社的廖漢議員 想請教黃國昌 就是你在溫哥華有說就是成立第三次例 就說在2015 16年是刻不動緩的事情 那可不可以對這個point再多加說明一下 因為在2008年7年的時候有所謂第三次例 那我們所講第三次例可能有這樣的英雄前身 或以前思念條先生也講過第三次例 那您如何抵發你的第三次例 那也請林非凡跟陳梅廷兩位對這個point response 謝謝 對不起 我簡短回應了 因為你剛剛提到的這個問題 不是這次訪美型的主軸 那但是既然你今天已經來了 我還是希望不會說就直接沒有回答這個問題 但是就請容許我簡短 因為在Bankooper會提起這件事情 主要是因為來參加會議的台美人教授 有人提出這樣子的問題 那相關的討論在台灣我相信已經非常的多了 那就第三次例的組成 可能反映出了過去這幾年 台灣公民社會 他自我的覺醒 以及在從事運動的過程當中 去認識到說我們這些運動 希望能夠達成的價值 如果要能夠實現的話 那這個時候可能在政治面上面的參與 就變成沒有辦法迴避 那但是就第三次例的事情 我必須要講 我個人站在的是一個完全支持的角色 到目前為止 對第三次例有想像的很多朋友 譬如說公民組合 但是我要強調公民組合到目前為止 他還是一個社團法人 他不是一個政黨 他也不是一個政團 那綠黨當然是一個政黨 但是在社運界裡面 對於綠黨的看法可能比較像社運組織 那我跟綠黨 我也不是綠黨的黨員 只是跟綠黨的朋友 在很多理念上面都相近 在很多運動上面彼此也互相合作 那現在可以感受到 以我自己參與這麼多公民運動 所感受到的氛圍是說 這些參與公民運動的朋友 如同我剛剛所講的 要把這樣子的理想 進一步轉化成實現的可能性 那可能在政治上面的參與 變成是一個必須要去經過的道路 那第二個比較大的思考是說 從過去這段時間當中 我們在看到非常多的議案 會發現說 台灣的民主政治 目前陷入了一灘的死水 那其中一個很大的因素 是國民黨 他們長持的把持國會 那再加上馬英九總統 他以他黨主席的身份 用黨紀相威脅 把我們整個在憲法裡面 所架構的監督制衡機制 完全的破壞光了 那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個人的看法 我必須要強調 剛我說的都是我個人的看法 我沒有辦法代表第三勢力 發言 因為綠黨有綠黨的黨主席 那公民組合 現在主要負責任在外面發言的人 是林鳳正律師 他們都比我更適合發言 但是作為一個支持者 我自己的看法是說 台灣的民主政治 如果要出現翻轉的可能性的話 怎麼樣在2016年的國會選舉當中 徹底的改變 目前國會的生態 對於台灣整個民主進一步的深化 以及在公民社會當中 大家很多的理想 可以透過這樣子參政的方式 實踐到政治的領域當中 會變成是一個非常重要的課題 這樣我有回答你的問題了嗎 OK 我想我就是稍微再補充一下 就是剛剛國尚老師前面所談的 然後我再稍微做點補充這樣 就是基本上 大家在台灣討論的第三勢力 其實背後最主要的因素 其實很 不外乎就是對於現在的兩黨政治的本身 其實已經產生了非常 產生了非常大的反省跟不滿 那確實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說 其實在台灣的很多各式各樣 大小小的社會運動的議題裡面 其實我們看不到一個強而有力的在野黨 在背後支撐 然後在很多的這個議題的價值取向上面 我們確實也看到了 就是民進黨某種程度上 在一些態度跟這個價值上面 有做了一些轉變 那這是我們目前觀察到的現況 那我想 今天既然是在美國談到這件事情 我想這件事情也特別針對美方 來做出一個呼籲 就是說實際上要正確的理解 台灣現在發生的 這個台灣現在的這個整個政治局勢 必須不只是去看國民黨本身 也不只是去看民進黨本身 必須要注意到台灣有一股龐大的 公民社會的力量 那這是我們要提醒美方的 那同時其實我們背後發現的是說 在過去美國主張的這種一中政策底下 他過往大家所吸引為常的認為說 這樣是維持一個台海的穩定 但實際上我們看到的是他提供了這個 這個在台灣的藍綠的兩黨 慢慢的趨向就是進一步的趨向跟這個中國 這個慢慢的靠向中國這樣子這樣子一個過程 其實實際上我們也看到在黨在過去一段時間裡面 也包含很多的政策 包含是不論是這個服貿議題的本身 他比較上是後知後覺的在共民社會的後面 才出現在這樣的運動當中 那或者是在自禁區條例的這個立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看到部分的民進黨的縣市所長 在過去一段時間 並沒有去意識到自禁區的這個條例 對於可能造成的這個服貿的後門條款 可能讓中國更有機會進入到台灣裡面來 滲透台灣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確實我們發現 在過去的很多兩岸重大的議題上面 我們看到在黨沒有強而有力的這個發言 或是這個監督的角色 那在某種程度上就凸顯了 我們其實看到現在所謂的第三勢力 其實在討論的不只是國內政治局本身 同時也是比較大的整個兩岸關係之間 或是在東亞政治局勢上面 第三勢力希望扮演的角色 就是希望能夠重新去找到一股 這個能夠在台海現況當中 能夠生存的一種方式 能夠透過人民集體的力量去抵抗的方式 那我想這是我們為什麼會支持 這個第三勢力組成這樣的一個原因 我想第三勢力存在大概有幾個重點 就第一個重點當然是 在國民黨目前一直重提九二共識 那民進黨也在黨內開始有人醞釀 在凍結台獨黨綱 有人提憲法一中 去向國共的九二共識 靠攏的同時 必須要有一個 堅持台灣是一個主權獨立國家 這其實也是泰文化學運 這一波青年世代出來 做一個最基本的共識 必須把這個價值的底線守住 我想這應該是第三勢力必須堅守 在國民黨持續投共 民進黨持續退守的時候 第三勢力必須堅守住這個價值的光譜 這第一點 第二點 在這個經濟政策上 在發展的政策上面 我們看到過去這段時間 國民黨當然不用說 持續要過去他那一套發展主義的政策 再告訴各位說 所有的經濟的解藥 就是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尤其是要去跟中國簽訂自由貿易協議 可是我們看到過去這段時間 已經非常的清楚 在ECFA找出清單裡面 我們看到這些開放的所有的項目 事實上不讓 並沒有讓台灣的出口增加 反而讓台灣的GDP持續的衰退 台灣人的薪資水準 退回到16年前的水準 那這顯然不是一個解藥 那與此同時 民進黨我們看到他除了 就反駁目前的自由貿易政策的 不足之處之外 事實上也沒有看到什麼 令人耳目一新 或是令人驚嘆的產業的政策 所以那當然我們希望 第三勢力的政黨 是能夠聚焦在 自由貿易的這種條路以外 我們是不是台灣有任何 進一步的產業轉型的政策跟走向 而且它是兼顧 目前社運團體所關注的 階級的平等 環境的正義 性別的平等 在這樣的狀況之下去進一步 做我們的經濟的發展 這是第二個面向 第三個面向當然是 組織內部的民主的問題 過去民進黨當然是一個 從黨外時期跟社運團體 走得很近的政黨 宣稱跟弱勢站在一起 但我們看到當然現在 民進黨的走向 事實上它越來越 跟權貴站在一起 甚至很多人去帶中國做生意 也回來影響民進黨的 黨內的政策 那我們希望未來 立戰勢力的政黨 是一個可以在社運團體之間 這些社運的參與者之間 互相彼此能夠互相監督 互相制衡 讓更多的民眾能夠參與 在這個政策決定的 決策過程當中的一個 等下新的政黨 這是我們對立戰勢力的期待 也是跟目前兩大黨的差異之處 美方人士見面 不管是官員 政府 國會 智庫各方面 你們接到的反應是什麼 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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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我們這一趟大概 拜訪了一些 包含是 部分的一些眾議員 然後也 也去參訪了一些像 眾議院裡面的一些 一些這個研究的單位 類似智庫的單位這樣 那我們當然也會跟 該拜訪的 比如說像是這個 國務院AIT等等 這些單位 那已經拜訪過的部分 其實對於我們談到的一些 這個 論點 其實他們 我相信他們都能夠理解 因為在這個運動過程當中 其實說是在美方大概 也有一些持續的關注 那我想這個運動背後彰顯出來的價值 其實不外乎是對於這個民主跟平等 這兩件事情其實最基本的這個堅持 那所以我想在美國方面其實 應該絕大多數的這個 跟我們會談過的這些 不論是國會議員 或是一些跟我們對談過的這些單位 他們都能夠理解 我們之所以會去採取這樣的行動 會 這個 會有這個所謂3月18號的太陽化運動 我相信他們都能夠理解 但其實我們也有不斷的在向他們強調一點 是說 關於美方的這個一中政策的問題 實際上是我們這一次此趟來 能夠希望最主要 向美方 進一步做說明 表達我們的態度跟立場 所以其實我們這一趟最主要 大家在談論的過程當中 其實 不斷的去強調到這一點 也是希望美國方面能夠真正理解台灣人民的聲音 而不要再像過去一樣 只是單純的認為它的一中政策能夠維持一個所謂區域的和平 因為事實上在過去一段時間我們可以發現 美國在主張這個一中政策的過程當中 其實並沒有創造這個區域間的和平 而是讓中國持續的在各式各樣的這個經貿協定上面 或是政治談判上面不斷的去進一步的壓迫台灣 那台灣的這個兩大政黨也慢慢的在這個過程當中 慢慢趨向中國 那所以這是我們看到的現況 所以才會有台灣社會公民力量必須要透過自己的行動 去佔領立法院 然後這個佔領行政院這樣的行動 來表達我們的訴求跟意見 那所以其實我們這一趟最主要也是要告訴美方說 其實台灣有一股龐大的民意 超過七成的台灣人民其實主張自己是台灣人 而且主張如果在這個統獨之間做未來的這個選擇 我們看到過去的幾次民調很重要的幾次民調 我們都發現其實七成以上的民意大家是支持台灣獨立 那如果只有統一跟獨立的這兩者選項來做選擇的話 沒有人幾乎非常少人去會選擇要跟中國 這是台灣現在的現況 而且很清楚的是台灣現在的現況 那所以我們必須要讓美方知道這樣的一個聲音 實際上當他們持續主張一中政策 讓台灣陷入到被遭受中國的進一步的壓迫的這個這樣的做法 實際上很有可能再進一步的激起台灣的民眾的反感跟反彈 那台灣人民很可能會再進一步的採取抵抗的行動 那我想這並不是一個美國所謂要維持去穩定最好的做法 所以我認為說美國必須全面的檢討它的一中政策 所以事實上我們這一趟來也是很清楚的向美方表達這一點 那我想他們應該也都在認真思考這個問題 那即使他們也曾經說過這些問題他們都還在討論當中 那因為有些部會有些的這個國會議員我們事實上現在目前還沒有見到 所以我們也不方便替他們發言 我們也實際的就是說他們的一種政策實際的反映在 包括說在太陽花學運的過程當中 然後AIT的這個AIT的發言 或是AIT當然發言都是一個這個安全的平穩的發言 當然常常會使用兩手策略就是說AIT今天發言完之後 隔天這個前AIT的官員出來講另外一套話 好說我們是民進黨所煽動的陰謀 或者是就是這其實是一個兩手策略 事實上就是它一中政策的一個貫常玩的遊戲規則 就一個貫常玩的遊戲 我們在見這些官員或眾議員的時候 明確剛剛表示說我們反對這一點 反對美國以這樣的方式來介入台灣的這樣的政治的行動 包括這個抗議抗爭的行動當中進行的事情 包括2012年大選的時候在大選的最後幾天 包到隔以這個前官員的身份 來做他贊成九二共識來介入台灣的選舉 當然這些官員告訴我們說他不是官方的 可是我告訴他 可是我們反跟他講說台灣人沒那麼笨 大家都知道台灣就是美國一貫的 玩了兩手策略 我們非常的反感這樣的行為 那我也接下來我們在見這些官員的時候 至少我個人會警告他這些美國的官員 不要再玩這種事情 否則我們台灣人一定會對他們這樣的行為採取行動 我最後補充兩點 那這兩點這次的訊息 除了剛剛非凡為庭說的以外 也是這趟旅行主要傳遞的訊息 那這個訊息到目前為止 也都得到非常positive的response 那這兩個訊息 第一個是太陽花的運動 跟民進黨一點關係也沒有 我想整個運動發展到現在這個地方 從所有客觀的資訊上面 大家都可以得到這樣子一個清楚的結論 那只不過說這些可能在美方 他們這些相關的官員 還是會受到一些特定媒體 他們的操弄的影響 他認為說整個太陽花運動 是由DBP所策動的 那當然在今天跟 國會下面針對中國政策 所設的研究小組的Commission 談的時候 我也特別點名 美國有個學者 他的名字我如果沒記錯的話 應該叫David Brown 然後他說民進黨的太陽花運動背後 我只請教了一個很簡單的問題 就他有什麼樣子的證據 有什麼樣的論據 可以去支持這樣的指控 那到今天為止 這樣子的說法 很明顯的呈現出來是錯誤的 是不是有需要出來做澄清 甚至說道歉 那第二個 這次太陽花運動 在很多層面上面 被描述成對於中國 他們對台灣侵略偽信的抗拒 包括了對福茂協議 它本身內容許多不公平的條款 的反對 這個都沒有錯 那但是這次另外傳遞的另外一個訊息 是說太陽花運動 所代表的意義是超越這個 那也最基本的來講 我們所要建立的 兩岸協議監督機制 你必須要就一個協議 在國會裡面有完整的審查 這個牽涉到最 fundamental 民主的價值 而這個民主的價值 也正是美國立國的根本 那因此我們是 傳遞給美國的友人 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 是說 對於要捍衛民主價值 這件事情 台灣人的決心 是非常的強的 如果說 在一個民主國家當中 我們可以容許 一個國會議員 在沒有經過實質審議的情況之下 就片面的宣布 市委審查完畢 通過的話 那我相信這個國家 絕對不被稱為民主國家 我相信相同的事情 也絕對不可能 在美國的政治體制當中 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那因此這次來訪 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主軸 那最起碼是台灣跟美國 我們所共同分享 所共同分享的 共通的價值 就是民主的重要性 那在這件事情上面 事實上 他們也開始可以更進一步的 去了解說 這兩太陽化運動 這兩太陽化運動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 核心價值的主軸 是我們對民主價值的堅持 以及對民主程序 我們的要求 這個程序 我想就是跳一個話題 就是說 對於最近 在主辦這個 僑解的一個活動 就是演講會 那場地 有產生一些問題 那我想 他們後來的解決方式 是說 Tekro Cultural Center 就用一個問卷的方式 這個事實上 看起來是很民主的 你怎麼樣來 後來結果的出來 大概七成是說 黃國常鋪應該 在喬教中心演講 你能不能做 對此做不給你 我想 一樣 這個問題 我後來看媒體上面的報導 可能有一些問題的層次 都沒有把它理清楚 那我的習慣是 當你要討論一個問題的時候 問題的層次 要理清楚 你如果問題的層次沒有理清楚 全部混在一起 就變成在打混水仗 這個不是我習慣 討論問題的方式 那第一個層次是 去借喬教中心的 似乎是這邊的主辦單位 我是受邀的speaker 我個人 從來沒有去借過喬教中心 我再說一次 我個人 從來沒有去借過喬教中心 那但是在現在部分 一些特定媒體的惡意扭曲之下 變成是我去借喬教中心 而且我堅持要借到 這樣才可以 那當然我指的是哪些媒體 大家回去Google一下 就可以知道是哪些媒體 去做這樣子的報導 這個是第一個層次的問題 第二個層次的問題 是針對主辦單位的這些 喬報的團體 他們去申請了這場活動 這場活動 事實上不是只有我的演講 這個在很多新聞媒體上面 也沒有搞清楚 有三場 第一場是我 那第二場是一個 美國low school的教授 另外最後一場 是三個學生的panel 後面那兩場準了 第一場不準 那我不知道 這個如果不是內容的審查 什麼才是內容的審查 第三個層次的問題 喬教中心 在TECO的文教中心當中 過去有哪些人 針對哪些主題 發表過演講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工作 大家只要隨便 很簡單的去review一下 就知道了 今天喬教中心 他所提出來的理由說 我今天來美國 來分享 我對於台灣民主的困境與展望 這個topic 是不是他們自己所說的 因為涉及到政治議題 所以不宜出界 我先不要去扯說 到底是學術問題 還是政治問題 就是先不要去扯 這個層次的問題 你只要簡單的review一下 過去曾經出界過的歷史 有政治人物到那邊 去談政治議題 如果連這個都借了的話 今天TECO他自己 所提出來的理由 說法不就不攻自破了嗎 最後一個問題 請問TECO在什麼時候 開始重視所謂的民意 對不起啊 請容許我加 quotation mark 開始啊 這麼重視啊 所謂的民意 曾經舉行過這樣子的程序 曾經舉行過這樣的程序 那如果沒有的話 今天所舉行的那個程序 只不過是他們想辦法 對於他們自己 在進行內容審查的 一塊遮羞布而已 我再強調一次 今天的那個程序 不是所謂什麼民主的程序 只是他們自己內容審查 的一塊遮羞布 今天你如果要去討論 democracy的話 那我們先要去討論說 那決定base的主體 到底是什麼 是那些 是那些所謂的榮譽 榮譽的喬務委員嗎 那他們到底是怎麼樣產生的 到底是怎麼樣聘任的 他們是不是有那個legitimacy 針對這件事情 去進行sensor 我贊成的觀點 我喜歡的人才能夠用 我不贊成的觀點 我不喜歡的人不能夠用 今天在美國這一塊 這麼尊重言論自由的土地上面 我們住外的代表處 竟然是用這樣子的方法 來處理這一個所謂活動場地 申請的問題 對不起啊 請容我說一句 比較重的話 真的是把台灣民主的臉給丟光了 我只有這個回覆而已 我是自由時報的駐號委員 我想請問就是 你剛剛講到要講到那個公投的問題 可不可以就是告訴我們說 你打算怎麼做 第二就是說 太陽花結束之後 大家都很關心你們這個動能 要如何維持下去 就是說 到底四個運動結束 還是說你們將來要有看得到的成果 在改變台灣的投票行為 或者是說會 催出更多的年輕人投票來改 因為你們剛剛講到這個身材已經讓你們非常滿意 那怎麼樣你知道 是有進一步做的問題嗎 我先講關於公投的部分 我們現在島國前進正在做的事情 是我們 我們當然在這個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之所以會 現在選擇所謂公投法補正 這樣的議題 作為我們現在最主要推動的議題 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在過去一段時間 其實我們很清楚的看到台灣的代議政治 基本上 在代議民主的這個程序 整個過程當中 其實我們發現 就如剛剛黃國昌老師所說的 這個已經陷入一灘死水 但它陷入一灘死水 背後是有一些具體的困境 跟制度上結構的問題 就是確實我們在 體制上面 我們沒有一個強而有力的監督這些國會立法委員 就是監督這些國會議員的方式 我們連要罷免 一個立法委員 都是困難重重 我們連要罷免他們 我們的門檻都相當的高 所以針對這些立法委員 現在能夠具體有效施壓的形式 說實在我們能夠使用的手段 已經非常的有限 那第二個是說 就是在整個318運動當中 因為這樣子的代議政治的不足或失能 實際上我們認為 在世界各個民主國家當中 我們包含看到美國的例子 在每一次大選當中 都有非常多的公民投票的議案 那實際上代表的是說 其實我們並不只有所謂代議政治 這一條路可以選擇 那當然我們並不主張說 我們要透過直接民主的形式去取代代議民主 而是我們希望能夠透過直接民主公民投票的方式 能夠去補充代議政治的不足跟缺失 這是我們現在正希望去推動的事情 但是我們回到台灣的國內的整個脈絡來看 其實發現台灣的公民投票法 並不是一個有效的 而且能夠讓人民真正產生權利的公民投票法 我們在光是塵案的門檻 就有兩階段的門檻 第一階段將換算成台灣的選舉 有效選舉人數大概是這個9萬多票 第二階段將近這個90幾萬到100萬票 就是你等於是要經過這兩階段的連署 才能夠這個正式的塵案 中間還必須經過公投審議委員會的審查 那在投票日當天 我們又有所謂50%的門檻的限制 那基本上在這個50%門檻限制之下 讓很多的這個想要參與投票 想要提出公民投票的這些人 就每一次的公投上面都要精心計算的 到底是要正面的論述還是反面的論述 來因應這個到底會不會過50%的門檻 所以我認為它是一個最具體的困境 所以我們目前島國前進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希望能夠透過公民投票法本身 透過公投的連署去連署廢除公民投票法 50%的這個投票率的門檻 這是我們現在正在推動的這個運動 那到目前現在為止 其實我們將近累積了3萬份的這個連署書 在台灣國內累積了3萬份的連署書 那這一趟來北美當然也有很多的這個 台灣的鄉親加入我們的連署的行動 那我們希望能夠在明年春天的時候 有個比較具體的這個結果 希望能夠累積到超過10萬份 第一階段以上的這個連署書 然後希望能夠累積更多的連署 在明年春天的時候 我們大家一起集結回到立法院前面去 再向這些立法委員或國會議員做施壓行動 那第二個問題是剛剛大家問到說 我們這個運動到底接下來怎麼樣維持這個能量 實際上在這整個運動過程當中 有非常多不同的團體 我們包含說今天其實就有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的 兩位發言人在這裡 同時我們有島國前進的新成立的團體 其實在這個上個月才剛有這個 另外一個新的團體 是在整個運動過後成立的叫民主鬥陣 那他們也才剛訪問過北美 那實際上有這麼多的團體 他們其實在各自做不同的事情 那這整個運動的能量的維繫 其實說實在我們很清楚說 運動總是它會有一個高潮 也會有比較大家比較冷靜下來的這個時候 所以它不是一個維持 就永遠都在這個高潮力的抗爭的情況底下 那我們現在正在做的事情就是在全台灣各地 能夠一步一步的做草根的組織 在全國各地建立其組織這個網絡 能夠建立每一個聯絡的點 那所以我們在目前在導國前進的部分 其實實際上我們現在在全國各地有報名參與我們的志工團隊的 已經有超過一千多名的這個志工的朋友 他們遍布不管是金門馬祖澎湖 也包含是全台灣各個縣市 其實都有我們志工的夥伴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事情就是把這些夥伴 大家繼續的organize在一起 然後我們希望能夠在各地都能夠持續的跟他們維持聯繫 在未來一段時間希望能夠短期內先以明年的春天作為一個短程的目標 希望能夠在明年春天的時候 做出一股新的壓力這樣 就是你這趟來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希望挑戰美國的一中政策 那我想說美國一中政策我想可能有它的背景 那也至少是美國認為現階段這個政策是符合它國家利益 那你要怎麼去說服它他們去調整 那好那如果它調整以後你們覺得美國未來在玩兩岸 或者是它的一中政策的替代方案是什麼 比較就是說你怎麼樣去說服它說 好你調整以後是符合美國跟台灣的意義 我想這個是可能是比較好的溝通方式 你怎麼去說服它說你這個alternity 是符合它跟台灣的美國 對其實我們在說服他們的邏輯就是這樣的 當然一中政策當然有兩個 講到有兩個主要的理由 一種理由是當然它跟中國的經濟的 經濟的關係 國在的問題 所以他們必須在這個經濟壓力下面去做出這樣的宣示 那第二個當然是他們不希望台海之間有戰事 所以過去很多次這個 比如說陳水扁的時代 要主張台獨的政策 或者是他們都以這種 要維持台海穩定這樣的理由 去做這樣的宣示 可是我們的邏輯其實非常簡單 就是他們其實用這樣的政策來 持續維持這樣的政策 其實不可能 也無法去持續的維持 台海之間的穩定 我的論據在哪裡 我論據就是在這次運動當中 跑出來這50萬人 我看到的是美國持續維持一種政策 導致的結果就是中國持續的在用經濟 或是政治的方式在對台灣施壓 這是一個像是鴨子滑水這樣的過程 台灣的民眾其實在這過程裡面 大家都感到非常的不滿 所以才在這次有50萬人的爆發 那50萬人爆發的過程裡面 當然這次還是一個 基本上和平收藏的運動 可是在運動過程當中 我們已經看得出來說 民眾對於這樣的政策也很不滿 所以採取了更進一步的行動 包括佔領行政院佔領立法院的行動 那我們也很難想像說 如果持續接下來這段時間 這樣的一種政策 跟國共之間的這樣的強硬的作為 持續進行下去 包括說馬錫之間 進一步要去馬錫會 兩岸和平協議 這種政治的談判 持續進逼而來 沒有任何更改 而美國持續去維持它一種政策 站在一個模糊不清的曖昧立場 之下的話 那台灣的民眾可能會進一步 採取更激烈的抗爭的手段 那反而會進一步去威脅到 去觸碰到台灣 台海之間的穩定的關係 真正要維持穩定的關係 應該是在去順應 目前台灣人民的這樣的立場 去做出事實的調整 那個事實的調整 也許沒辦法讓美國 在第一世界 在現在馬上 我們離開美國之後 隔天這個隨時 承認台灣是一個獨立的國家 這可能辦不到 但是他能夠做到的事情 是開始減少他目前這種 我們講到了 過去的選舉的過程當中 以及在運動的過程當中 那種技術性的干擾 這種技術性的介入 這種事情絕對不能再發生 台灣人民不允許美國做這樣的事情 對 那同時也 那我們在這個 那事實上 我們在發表 我們在這樣做說服跟討論的時候 包括一些眾議員 或是一些成員 事實上他們也說 他們會再重新思考 他們事實上在運動過後 也在重新思考 他們兩岸的台海之間的政策 那我想 之前三月到目前為止還不到半年 那也是持續在發展的過程 那我們也希望 接下來能夠保持持續的結束跟討論 補充一下剛剛韋婷講 我個人是比較 歐非選的人 所謂歐非選的人是說 你或許可以稱我 稱我naive 我對於民主的價值是相信的 當然在跟美國官員會面的時候 我會挑戰他們說 你們自己相不相信民主的價值 如果你們也相信民主的價值的話 那台灣人的前途到底應該由誰來決定 當然是台灣人自己啊 當我們在國際社會上面 講human rights 講self determination 我們到底是把這些價值 當成是一個裝飾品 還是我們心裡真的相信這些信念 這些價值 那我覺得從整個人類文明 推動的角度上面來看 我相信 有很多人 是真的把他當成是一個價值 是一個信仰 在相信他 那因此你如果回到 美國這個國家 他本身建國的基礎 他們一定相信這個價值 那如果他們也相信這個價值的話 to what 就是到什麼程度為止 美國願意為了他們自己 所謂的經濟上面的利益 去犧牲這個核心的價值 我覺得這個問題 只有美國人他們自己 可以加以回答 那第二個部分是 真的如果要從比較現實的角度 來看這個問題的話 美國的one China policy 如同剛剛韋庭所講的 它有一個很大的目的 是要維持stability 那問題是說 你如果回顧過去這幾年 在亞洲所發生的事情的話 one China policy真的 有達到美國人他們想要維持的 穩定和平發展嗎 沒有啊 你看到的是中國 他們越來越aggressive 在東海 在南海 他們所做的事情 他們根本沒有在尊重 這個世界上面 對於爭端發生 所應該要去訴諸的 國際仲裁的機制 在南海所發生的紛爭 他們片面的自己 去改變南海的現狀 去改變那status quo 那當對方的國家 要求把這個爭端 提到國際仲裁法庭去解決的時候 他們又很傲慢地表示 他們根本不願意參加 one China policy 真的有帶來美國希望 達到在亞洲 特別是東亞地區 所謂的穩定嗎 那從這個角度上面去思考 也如同剛剛韋婷所講的 那有一些跟我們會面的人 他們也同意說 美國真的有必要 開始重新的review 好 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大概只有兩點 第一個是說 現在所謂的一中政策 他現在在美國的這些決策 做出這個一中政策決策的這些人 其實他們看到的 其實是一個短期的利益 短期的穩定 如果你把時間放長來看 現在短期內在台海之間發生的問題 就是中國持續的在進行 政治跟經濟上的擴張 在台海局勢上面做出這個 這個改變台海局勢的這樣一個作為 那實際上 在短期內你可以說 台海之間不會發生戰爭 不會有很劇烈的這個 這個政治上的危機 但是如果放任一步一步的進逼 中國一步一步的這個進逼的話 其實很有可能在長期而言 會改變台海的政治現況 那我想這是美方在考量他的政策的時候 不能夠只以短期作為他考量的範圍 而是必須以一個長期的考量為基準 那同時這個在哪些部分上面可以看到 這樣子的例證 短期而言 因為中國持續的進逼 而美方持續 就是 堅守所謂的一中政策的情況底下 就是台灣 國內本身的政治局勢 朝野 藍綠兩黨 現在看到的 國民黨當然不用講 已經完完全全 嘗試著去擔任 這個中共在台的代表 而現在民進黨我們也知道 開始已經有這個所謂 嘗試著 要去更面向中國 更趨近中國 這樣一個態度上面轉向 在黨內 民進黨黨內 拋出了這個所謂 凍結態度黨綱 來回應 九二共識 或回應 中國方面 這樣一個訴求 所以實際上 美國的一中政策 在台灣導致的是 我們看到 過去香港在1997回歸之前 所發生的類似的情況 就是香港當時候的泛民派 的這些政黨 並沒有在當時候做出一個 強而有力的抵制 那現在看起來 台灣現在這些 藍綠朝野政黨 也正在走向這樣的事情 走向這樣一條路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說 現在 現在 這樣子一中政策的結果 並不會如美方這邊所預期的 完完全全是對美方有利的策略 你可以說短期內 不會有暫時發生 不會有戰爭發生 短期內 維持一個區域的穩定或和平 但實際上 那樣的和平跟穩定 在長時間來看 是很難 能夠被維持的 那第二個 好 我先講到這裡好了 你以為是 你以為是 你以為是支持台灣 獨立或以綜藝 能否舉一個例子 你以為是 黃國昌老師 大概講的是一個 比較old fashion的想法 就是說對於民主價值的 堅持 希望美方能夠去站在這樣的立場 但實際上我們要說服美方的就是說 他的替代的方式 其實說實在 就長期而言 就長期而言 這個 我們在 包含說其實我們在 在San Francisco的時候 其實我們有跟一些 這個 美國做中國研究的一些學者碰面 他們認為時間其實是站在 站在 台灣這一邊 他們認為其實說實在 這個 這個 接下來 中國很有可能在 未來幾年內 有一些比較大的 這個政治的變動 但是 我覺得呼籲美方應該要去看到的是說 在這個變動過程當中 除了剛剛王國昌老師所講的 那個對民主價值的堅持之外 其實也要很清楚的看到 現在正在改變的這個 台海之間的關係 真正 真正在破壞所謂的 區域的穩定跟和平的 其實不是台灣 而是中國的進一步的這個壓迫 所以如果當 美國這邊要去思考所謂的 另外的替代方案 應該是強力的支持 台灣現在正在發生的這些民主的運動也好 或是對於兩岸關係之間 提出反省的這些公民團體 這些公民力量的運動 去支持這樣的力量 支持這樣的運動 而不是在這個運動過程當中 又派出這個前官員 就出來這個打運動的臉 然後說這個是被民進黨背後操作 這樣的結果 其實應該是要去支持這股力量 讓這股力量成為是台灣 抵抗中國一個很好的方式 我相信這才是能夠維持 台海之間這個區域軍事 這個台灣跟中國之間 這個力量平衡的一個方式 而不是放任台灣的這些 這些朝衛政黨在這一中政策的原則底下 實際上他們現在面對 現在我們看到的狀況就是 因為中國 因為這個美國的一中政策 而讓這些藍綠兩黨 更加的趨向中國 我很簡短的 就回應你剛剛最後的一個問題 當然我不會那麼天真的要求美國 可能要一步到位 但是有兩件事情 我覺得是美國該做 他們應該堅持的 就是台灣自己本身 現在的狀況 以及未來的走向 這件事情 美國人堅持民主的價值 交由台灣人民決定 我找不到任何的理由 他應該不採取這樣的態度 如果他們真的相信 他們自己這個國家 基本的基礎是什麼 那第二個 在這個之前 美國也可以 積極的鼓勵 而且協助 台灣對於整個國際組織的活動 有一個健康而有意義的參與 讓更多國際社會的成員 了解到說 台灣的人民 愛好和平 崇尚民主 尊重人權 台灣人的智慧 也可以對於 在全球的文化活動 經濟活動 學術活動 做出非常有意義的貢獻 對於整個全球 和平的發展 對於人類文明 接下來進一步的發展 台灣人民都有那個能力 做出實質具體的貢獻 剛剛陳同學有提到說 陳惠天同學有提到 APPA簽訂之後 台灣的PV早退 薪水也是回到10月年前的水平 那你剛剛說 這等於是 跟中國產生更緊密的經濟合作 並非非是台灣的經濟只要 有沒有想過沒有APPA的話 情況可能會更糟糕 如果不盡快跟中國產生更多的經濟聯繫 那台灣要發展自己的經濟 喔 陳惠天是甚麼 您提到產業轉型的具體是甚麼 請您回答 其他同學可以有所謂 對 應該這樣說的 就是說 我們也看到非常清楚 就是說 呃 在目前 就是其實這是一個 套套邏輯的問題 就是 那你必須告訴我 舉出一個第一證來告訴我說 沒有簽一個法 而這件事情會更糟糕 實際上我們看到在 清大的這個 社會學研究所 就是我教授叫林總鴻老師的研究裡面 他告訴我們這個統計的資料 過去這段時間 其實不只在ECFA 這種兩千年 台灣跟中國 進一步的經貿整合的過程裡面 其實有個非常 非常清楚的一個正向的關係 就是在兩岸的經貿整合 越快速的過程當中 台灣的這個 貧富的差距 跟勞動的條件 事實上持續在下降 這是一個 論證的研究 那我目前為止沒有看到一個 去反正他的說法 所以也許你可以 去查證一下這個論文的內容 對 那未來接下來 台灣下一步的經濟走向是怎麼樣 當然馬英九告訴我們說 他必須 現在台灣的在討論這個東西的氛圍 都是拿中國跟韓國 其他人即將要去簽訂 自由貿易協議 來威脅台灣的民眾說 如果這個簽訂了之後 那台灣的這個經濟的貿易走向 可能就會越來越 我們台灣會鎖國 然後台灣的經濟會越來越倒退 那當然這是一個欺騙人民的說法 事實上馬英九政府 事實上是在渲染這樣的恐懼 第一個當然我們知道一個嘗試的問題 就是台灣就算沒有跟中國在簽訂任何一個經貿協議 我們也不可能鎖國 因為台灣已經是一個WTO的會員國 跟中國一樣都是WTO的會員國 台灣有70%以上的貨品 進中國是免關稅的 對 那這樣的過程裡面 直接檢視中國跟韓國去簽訂的自由貿易協議 事實上目前談判的進度裡面 大概有85%的貨品是免關稅 而且接下來我可能 可能會在那個開放的比例可能還會再減少 一個非常簡單的原因是因為 中國當然 中國當然不是一個就是 好端端每次讓你直接 持續的開放進進口貨品的國家 中國跟台灣跟韓國很多發展類似的產業 事實上也是中國目前是要 重點保護的產業的項目 所以事實上韓國跟中國簽訂FTA 對台灣造成的衝擊 其實並沒有馬政府所渲染這麼大 它真正造成的那個關稅的差距 大概就在5%到10%之間 這樣的產品的差距 在過去台灣跟韓國進口歐盟 等地方的這個差距當中一樣存在 但台灣事實上勝過韓國的許多的產品 那代表說台灣過去在某些產品的產品項上面 事實上是比韓國的品質還得高 但是這樣不受這種關稅的影響 所以我們知道說最終的問題其實還在 還是在於這個本身的產業 是不是能夠超越其他的國家 去做這樣的行動 去做這樣的比較 這還是關鍵 那當然你告訴我 你要問我說到底實際的產業轉型的 這個目的 如何去做轉型 我不是非常坦誠地告訴各位說 這也不是我研究的專長 我剛剛舉出的是 我們現在必須要聚焦在這個討論的項目上面 而我們看到的是過去這段時間 我們運動過到目前為止 所看到的這個反省就是 不管是這個兩黨 兩黨其實都同樣的 大家都會喊說 我們要經貿自由化 我們要補償弱勢 同時要做產業轉型 可是從來沒有一次是我們聚焦在討論 產業的轉型的政策的細節上面 包括在這一次的高雄的氣泡事件裡面 其實我們看到一個 台灣過去實話要非常大的問題 就是我們到這個時候才發現說 台灣的實話原案還是停留在一個 這麼初階的階段 蔡英文當然在氣泡事件過後講說 她要開始去發展這個3D 3D的這種零污染啊 零風險這樣的實話的產業 可是她也沒告訴我們說她要如何做 那馬政府當然也沒告訴我們 她轉型的方向如何 那我們當然 我們大概知道說在過去陳聰的時代 陳聰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曾經組成一個這樣的實話原案轉型的小組 但是這個小組做了一個跨部會的結合 討論了兩年 那陳聰下台之後 家裡花上台之後把這個小組解散了 那直到今天我們看到 然後也因此導致說台灣的實話原案 事實上沒有轉型的方向 也沒有轉型的結果 導致今天還在這個 導致今天還在這個 這麼低階的產業 導致這麼嚴重的氣泡事件 甚至在進一步的那個經貿自由化的過程當中 包括實話原宣稱有討論 宣稱有解決的方式 到目前沒有任何的結果 而我們認為接下來應該要聚焦討論到這個重點上面 對 OK 謝謝大家 如果是今天下午就像我們講的 我們會跟國務院還有AIT有一個 meeting 那是沒有 收發是還沒有安排跟那個 Devid Brown有一個會面的機會 我們或許可以也試著 因為大家知道說 八月都沒有安排 其實是因為休會 所以也比較 眾議院 國會議員是沒有在這邊 不過因為太陽花 這個delegation 因為不只來Washington D.C. 還有去到別的一些城市 所以是有機會在那些城市 跟國會議員的會面 對 對 對 因為這是你們的目的 是要溝通嗎 那所以這群人 應該可能這樣列為溝通的 我們可以在 對 國務院是今天會有安排 這樣 智庫有沒有 智庫的話 我們會跟幾個特別的學者見面 他們怎麼評價你們這次學運 你們有什麼message 想要告訴來自中國大陸同學人嗎 對 我自己是唸清華的 那其實清華有一個比較特別 是叫中國四沙龍 他是那個王丹老師主持的 那其實王丹老師他每年開這個 類似每個禮拜固定的講座的時候 都會有非常非常多的中文學生 還有香港澳門的學生 還有台灣學生來進行交流 那我們要說的是其實在 中國學生的想法裡面 他們在來台灣之前 他們對於台灣 就只有他們單純 從課本上面 所有學習到的 就是台灣是我們的一部分 台灣不可以被分割這樣 那就是 在這一次太陽花運動當中 至少我認識的 中國學生當中 有人是他們確實是有來現場的 但是因為他自己 國家的關係 他沒有辦法 太大量曝光 所以上午之後 認識香港的學長是戴口罩來 然後或者是有澳門的學長 他是到現場深遠 跟沙子來幾個小時 所以他們其實是可以理解說 台灣其實是有很強大的 我覺得對他們來講 來台灣其實是一個很強大的衝擊 因為民主這個東西 在他們國家是幾乎是沒有的 那確實相反的 也是有一些學生 他沒有辦法理解說 為什麼這些台灣人 要做這種事情 因為在他們想像裡面 中國的確限縮 和某部分的言論自由 例如網路 例如那個 例如網路之類的 可是同時中國 對他們來講是一種保障 就是他們確實是 在那個獨裁的國家裡面 他們過得沒有非常非常的糟糕 所以對他們來講 這種限縮的自由 其實是還好而已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在這些就是 跟中國學生互動的過程當中 重要的是可以讓他們理解說 他們的世界 並沒有他們 在中國所以為的那樣 就是所謂 海外的民主國家 除了台灣之外 或者是他們 也許他們接觸不到的 可能像 阿拉伯之村這些革命 這是真實在發生的 然後 尤其是像我們 自己學校的 就是運動的社團 我們會跟他們進行一些 比如說我們曾經有講座 然後有 我們會帶他們去買禁書 然後會把它拆開來 然後一個一個 讓他們偷偷偷渡回中國 會讓他們知道說 這一趟旅程 其實是希望可以給他們 留下一些什麼東西 然後 最後就是 我覺得可以 從跟中國學生互動 也可以提到說 最近那個 淡江大學學生會會講的事情 那這件事情在台灣 其實有引起非常 網路上非常熱烈的討論 因為有的人會覺得說 中國學生 來台灣學學生會長 只要有一個 開啟一個先例 那之後也許 各個大學就有 越來越多的 越來越多的例子 尤其是像 台大的學生會會長 他其實某程度上是 很多人在那之後成為 進入政治圈的一個跳板 那我自己會覺得說 這件事情我是樂觀看待的 因為你必須把中國學生 跟中共分開來看 中國學生他畢竟是中國人 不代表中共整個政府 那尤其是這一次 初來競選的蔡柏伊同學 他其實在台灣的社群圈當中 是非常熱絡活躍的 所以我自己是滿支持 也滿樂觀看待這樣子的 之後的趨勢這樣